金蝦 博士 dripping 編曲 漆蝦 曲名 編曲 委屈 編曲 所以其實呢 金蝦吃的午餐 就是南雞蝦 七尾雞蝦 還有切的細細碎碎的雲肉麵塊 所以其實呢 我們從這個地方 當然就沒有辦法看得出來 金鯊到底吃了些什麼東西 因為這種實在是太細小啦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金鯊呢它挺這麼龐大 還身為一隻鯊魚 結果沒想到它吃的東西 就是相當細小的浮流性生物喔 那甚至呢是比我們的小拇指 還要再小型的生物耶 不過呢剛才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麼小的生物可是呢 金鯊在吃飯的時候 它會配著一大口一大口的海水 就像是現在嘴巴又張開 不斷地吸著海水到它的肚子裡面去 欸 家瑋 難道金鯊的話 這樣子不會喝海水喝到飽嗎 啊 其實不會的 我們金鯊吃飯的方式比較特別 我們稱之為綠植器 分口中兩個特殊的構造 一個是塞爬 一個是塞裂 當食物化的則進入口中之後 海水會從點進後 放進到的道像刀子畫過的塞裂排出 食物則會留在塞爬裡面 就像我們嘴巴的律文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擔心我們金鯊會吃海水喝到飽 哇 所以其實呢 金鯊吃飯的方式是真的相當的不一樣哦 它每吃一口飯都會張開大嘴巴 吸進一大口的海水 就是要讓這個海水呢 也順便讓食物其中 這樣子它就可以一口把食物吃到嘴巴裡去了 欸 那這麼多的海水呢 會藉到它嘴巴後面一個叫做塞爬的溝道流過去 食物都卡在塞爬上 那另外呢 還會從它們眼睛後方一道一道像栽裂一樣 一道一道像刀子切割一樣的栽裂流出來 那這樣子呢 金鯊就可以順利的搭到食物吃 也不用擔心它會喝海水喝到飽囉 欸所以呢 金鯊這樣子的吃飯方式 也就是叫做律食性哦 那我竟然不擔心金鯊會喝海水喝到飽 欸 不過呢 我當我們要擔心金鯊身旁是一大群金黃色的小魚耶 欸 這大群金黃色的小魚 剛才能夠發現 在家瑋一出場之後 金鯊也出場了 他隨後馬上也就出場了 到現在呢 還在跟金鯊在想他的午餐吃耶 欸 不過金鯊的嘴巴這麼大 阿里套著金鯊的嘴巴這麼近 家瑋難道這些金黃色的魚群 就不會被金鯊吸到嘴裡 一起當配菜吃掉了嗎 那些小人當然會擔心 那可是我們金鯊各級 不要太過人會吃嘛 所以我們金鯊不可以去吃那些小魚 但是 小月當初 金鯊是否小魚做食的這些小魚 但是他也有點金鯊的赤道 是一些新小的浮遊商務 對濕道的這些小魚 但我們金鯊落成的這些小魚 所以金鯊也像他很可愛哦 因為他吃的食物呢 都是相當相當細小的浮遊商務 所以金鯊只是張到嘴巴 真的不小心吸到一些金黃色的小魚 所以你們都會做一份小魚 你很喜歡小魚